一晃天 公祝媽祖聖誕千秋 新北市副市長謝正達 特別代表市長侯友宜 前往三重一天宮参拜 祈願市民安居樂業 疫情早日退散 一天宮除了舉辦隆重的助導科以外 也捐贈一輛醫療服務專車 及一台自動心肺復甦機 給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希望守護偏鄉民眾健康 並提升緊急醫療量能 非常感謝一天宮 長期以來都在做公益 他們所做的公益已經超過一億以上 今天捐贈我們醫療服務專車 給我們偏鄉的老百姓 能夠有很好的醫療救援服務 同時也捐贈了心肺按摩器 讓我們在急救的時候 能夠快速時間能夠趕到救援 在疫情嚴峻之際 一天宮也加碼捐贈200份居家照護關懷箱 給新北市愛情大平台 為居家照護的民眾 盡一份心力 管理委員會對社會公益 大家都很有心 因為我們的前輩家 他們主宰他們都做社會公益 我們是後世再來的 我們是把延續他們的 傳承他們的 把廟的錢就是信這些錢 這就是會給社會需要的 一天宮是三重重要的信仰中心 年年榮獲內政部 及新北市基憂宗教團體表揚肯定 主任委員劉文川表示 為了人會秉持媽祖慈悲精神 積極投入社會公益 造福地方 記者輪紅採訪報導